那么今天星期一带您吃炸鸡 欢迎收看全球首档炸鸡类美食 摊店节目周一吃鸡 今天肯定是全中国最火的炸鸡店 我觉得没有之一 全在这了 先说说点的什么 麻辣小龙虾卷 麻辣小龙虾汉堡 火鸡汉堡 然后一个腿堡 这边就厉害了 一桶原味鸡 两盒上效鸡块 一个鸡米花 然后一个热辣香谷鸡 还有一块薯条 光吃肯德鸡肯定是没什么意思 今天给你们展示一些肯德鸡的隐藏吃法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知道 但是确实其中有一些还是不错的 我们现在就先给你们展示一下 第一个先展示一下薯条鸡米摇摇乐 这应该是接受度最高的一个吃法 先准备一个空碗 在那就用袋 咱在这给你们演示一下 还是用这个碗比较好 薯条 鸡米花 薯条鸡米摇摇乐 两包番茄酱 一个甜辣酱 然后黄糖一包 盖盖 然后就是油 虽然麦香不怎么好 但是整个这个香气已经出了 闻见了吗 这就是一个非常丰富的味道 比如说薯条 就是有番茄酱的这个味儿 然后有甜辣酱的味道 上面还有这种黄糖的颗粒感 吃到嘴里是那种脆脆的那种口感 相对来说这个就比较好吃 但是因为是在家嘛 点外卖 它没有那种黑胡椒粉 如果在可能鸡通话 你可以让它再给你加一点黑胡椒粉 味道就更好 我们家有黑胡椒粉 我自己再稍微加工一下 这样其实味道更好吃 整个这个胡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 这样是香味更丰富 第二种就非常传统了 原味鸡 那我们正好来说说 肯德鸡这个原味鸡的分类 鸡胸 肉最多 但是肉很死发干 你要是想吃肉 这个就是最爽的 这个应该也是最重的 庞类 就是带骨头那块 这一块肉是最嫩的 汁水最多 最香 味道最足 这个就是三角 也叫大腿 就是我们吃美式炸鸡里头 除了琵琶腿以外 拐弯的那一块 这叫大腿 这块是肉质最好的 就是味道跟肉量取得一个平衡的 就是这块 就是多点点三角 或者说跟人家说多点点大腿 我是觉得这个东西最不值 就是琵琶腿 量特别小 可能是不同的部位 其实它的口感是稍微有 有一些区别的 那这个鸡腿呢 就是相对于说很嫩 很软弱 就是汁水没有那么多 但是外边这个面护裹它会很厚 就是让你吃起来的时候觉得有点逆人 鸡肉味也是最重的一块 在我们排行榜里头 这个也就是排在第七八名 肯定是比那些顶级的炸鸡要差一些的 可以吃 但是到不了特别香的地步 所以就是偶尔吃着还挺好 那除了这一楼呢 还有一些进阶吃法 就是有的人喜欢 有的人不喜欢 那这个就是自己选择了 但是有一些比较好的部位 其实是可以这么吃的 肯德基里头吃出韩式炸鸡的味道 就是要一个甜辣酱 直接抹在这个鸡胸 或者三角上 最好还是选择鸡胸 为什么呢 因为相对于别的位置来说 鸡胸肉最多 它不尽味 更需要这种其他酱料的辅助 直接这么把它挤在盘子里头 把整个鸡胸这一块 全都蘸满甜辣酱 一包不够 你可以放两包 对吧 把它抹匀 让整个原味鸡都蘸满酱汁 已经很有韩式炸鸡的感觉了 现在再来尝尝 这种就非常的香 特别适合鸡胸 因为肉很死 如果有机会的话 可以这么尝尝 这个就是我自己觉得 肯德基里头 比较好吃的一种方法 除了吃原味鸡 原味鸡吃多了也腻 对吧 一种是放甜辣酱 还有就是糖醋酱 这两种酱放起来都是很好吃的 这叫热辣香骨鸡 是39.9 就40块钱15块 好像前两天 疯狂星期四的时候 19块915块 但是很传统的那种 香辣鸡翅的味道 外面还是面包馅的那个味 这个香骨鸡就是鸡锁骨那一块 只不过它鸡锁骨上的肉 完全没有剔 全都做成这个了 然后本身面壳还是很酥脆的 鸡肉也很嫩 最后还有点腊味 确实不错 而且吃起来比较省事 就一根骨头 我现在觉得好亏 那天19块9 疯狂星期四的时候 真的应该买一点 好 这一期的周一吃鸡就到这里 总评一下 原味鸡反正肯定是一个非常好吃的东西 全国各地哪都有 原味鸡 在我炸鸡排行榜上也是有名次的 对吧 大概七八名左右 现在比那些顶级的差一点 但是其实整体味道来说也很好吃 只不过面有点多 然后吃起来有点忽嘴 唯一的缺点 然后吃部位一定要选大腿 或者旁类 最不推荐的是腿 鸡翅都比腿好 然后如果吃腻了 对吧 可以尝尝那种开封菜 韩式炸鸡 对吧 然后抹点甜辣酱吃 味道也很好 觉得有机会可以去尝试一下 薯条鸡米 摇摇乐 这个真的非常好吃 如果有机会的话 一定要试一试这个 如果店里头能加胡椒粉的话 加一点 如果不行的话 就在家里头弄一点胡椒粉 整个这个味道会有一个很高层次的提升 那其他的就是传统汉堡就不尝了 好 这期的周一吃鸡就到这里 感谢您收看全球首档炸鸡类美食在家摊店节目 周一吃鸡 我是徐太阳 北京摊店打加强 家庭贫寒徐太阳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